我们知道在西方的神话当中 有一种神兽 因为它形如白马 泪生双翅 头上有只独角 象征着高贵高傲 在当代 就比于那些高成长 高科技 新经济特质公司 那么就被冠以独角兽的美成 在过去的十几年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 犹如景分般的从各个领域 或者行业中可以说是拖延而出 成长神速 惊艳世界 可是就在最近几年当中 这些众多的独角兽企业 却是风光不在 纷纷从神坛 跌落至悬崖升 因为独角兽企业 它有新经济的基因 往往代表着 未来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趋势 也显示着一个国家经济的活力 那么目前中国的独角兽企业 主要分布在 互联网 高端制造 高新科技 电子商务 工具软体 金融科技等领域 特别是最近几年 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芯片 机器人 云计算的独角兽 也是越来越多 然而就在2019年 对于中国的独角兽们 可以说是不祥的意念 有的企业 甚至引到了生死的关头 12月9日 社交电商陶吉奇 正式宣布破产 这家公司从0到1.3用户 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从诞生到破产精算 也只用了16个月 留下了16亿元的债务 是黯然离场 而估值曾高大100亿元 风光无限的网贷平台 团贷网 2012年正式上线云 这家生命周期 才7年度的起 倒闭前 亏损接待超过145亿元 还有亏损 现在超过 从十几亿到几十院 不等的熊猫直播 互联网 房产中介 爱无记录等等 陷入绝境的独角兽名单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在IT局势发布的新经济死亡公司数据户当中 2018年全年的数字是383家 2019年仅仅上半年 就有268家企业倒闭 在2022年 据统计共有200多家创业公司 宣布停止盈利 那么在这些公司当中 已经有145家公司 完成了营业执照的注销 有27家公司 对外宣布项目停止运营 或者被迫停止运营 另外有几家公司 正在或者将进行破产精算 那他们倒闭的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包括资金列的断裂 缺少市场竞争力 管理不善 股东内厚等等 那么主要80%以上的企业 是死于资金列的断裂 那么为何会出现资金列断裂的情况 这主要还是归功于 人民领袖的英明决定 它让中国严格封控 长达600多天 对人流和货物的严格限制 导致了很多企业 定单是悬崖式的下滑 情况严重到 即便是经济复苏的广东 很多企业 每月按时发的七本工资都发不出来 甚至以优化项目的名义 进行大量的裁员 就算有的企业根基雄厚 可以存活下来 将来还是逃不过被割的命运 中国的精英阶层 过去很多人以为 他们是割韭菜的 但实际上 他们也不过是一颗 大一点点的韭菜而已 有句话说的好 你可以怀疑这些民情富豪的道德 但是你不要怀疑他们 先知先去的能力 在多年前 冯小刚就曾经预言 在中国 文革必定会再次发生 那么这个视频呢 在他传出移民美国之后啊 其实又被人翻了出来 其实对于冯小刚一家 论到美国 中国的网友 其实是祝福远多于批评 当然我这个指的是正常的网友 冯小刚他曾经一开始 曾经否定移民 但是在不久之后就被打脸 曝光他来美国的签证啊 是移民签证 而且如果他只是短期来美国的话 也用不着把微博请控 其实不止冯小刚 像马云他论到日本 张立谋论到美国 连毛润之的演员 也论到了万恶的美帝 冯小刚事情当时啊 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 因为这个事情在于曝光 与中共二十大结束不久 二十大上习近平如愿以偿 实现了终身之争 二十大一结束 他便恢复了公交社 开判大食堂 着手建立武统台湾 与美国交火的战士体制 二十大后的习近平时代啊 每一个中国人都将会面对战乱 贫穷甚至死亡的坑 至少经济是不会比以前更好 在文化创作和言论自由方面 也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已经没有了他们创作的空间 那么所以这些精英明星富豪 阶层早就是未雨绸缪 你看看他们有几个是中国国籍 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群体 都出现了移民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社会是出现了 比较严重的问题和危机 或者是在可预见的未来 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危机